心灵丸岛 忙碌了一天 此刻你需要心灵的休息与沉淀 心灵丸岛是你心灵的加油站 为你加油 为你充电 祝你漫游恩会怜悯 不亦发怒又大慈爱 善待万民恩典永留 伏笔你一切所造 人要传授你的能力 我要传扬你答恩 万民几年你的救恩 要歌唱你的工艺 别乱花你一切造地 都要全写你 你的生命也要敬拜你 听你的伟大 配受大赞美 赞美你荣耀无法测度 送在你座位 传扬你大能 为言尊容 和奇妙座位 我要承受你 欢迎你收听心灵丸岛 我是你的好朋友 英如 这首歌曲 恩主荣威 是陈永霖所创作的 今天心灵丸岛呢 也再次邀请到她 来到节目中 分享她的生命故事 上次啊 谈到她的原生家庭 永霖出生在这个家暴家庭的里面 常常看见爸爸妈妈上演全武行 婚姻暴力呢 越演越烈之后啊 妈妈终于受不了了 找了一天晚上 带着孩子连夜大逃亡 陈永霖说那一刻 好像走上了一个未知数 不知道何去何从 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黑夜就好像一种绝望 那么黎明的晨光 何时照进她的家庭呢 让我们继续来聆听陈永霖的分享 父亲因为这个纵火的关系 真的就是一个纵火犯啊 是 所以她那时候有被警察抓走 被判了两年 服刑在监狱里面这样子 可是那时候妈妈 妈妈心软到她常常会去探监 跟爸爸说我们住在哪里 因为要写信 在她出来的时候 妈妈决定要把她接回来家里住 可是当她回到家之后 不到一个月 立马就开始了 她甚至后来不用喝酒 就可以发酒疯 当爸爸过太妇盟之后 第一个决定要离开的 不是妈妈耶 对 原来是你的大姐 对 是大姐 大姐受不了了 是在我小三的时候 所以她那时候应该才国中 然后就听到他们在吵 吵说 今天要嘛你离开 要嘛我离开 爸爸就说好那我走咯 姐姐就说不行 三个弟弟还没有长大 他们需要男生 需要一个父亲的角色存在 大姐就真的就这么走了 音讯全无 我们是到后来 才知道她住在一个同学的家里面 就过了很久之后 所以二姐就变得非常的独立 也很成熟 她也会跟大姐关系超不好 觉得她很不负责任 丢下爸爸给我们 就走了这样 我们家其实很疏离 我们疏离到那种 基本家庭里面不是都会拥抱吗 就是偶尔会有一个拥抱 会有一个鼓励 或是关心跟问候 我们不会 那个不敢是你没有这个习惯 而且你会觉得那好恶心 好尴尬的感觉 可是心里又很想 有这种爱的表达 大概是在我小五的时候 妈妈有一次就受了重伤 然后回家之后 妈妈真的受不了了 大概大半夜吧 我们就直接跳上计程车 然后走 先到了姨婆家 暂住 住三个月 然后就被赶出来了 这样子 所以妈妈那时候 她就去找房子 工作 我妈妈一个人要抚养 四个小孩的学费 生活费 吃的房租等等 生活开销 所以她必须要怎么样拼 大半夜就起来去捕鱼 然后去菜市场卖 后来我们才建议她换一个工作 一年的时候到了 就是妈妈有一阵子 比较晚回家 常常眼睛就是 会泛红啊 然后还会挂着眼泪这样 我就觉得 我妈到底去哪里 她是不是被人家带去哪一个 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场所 或是什么行业 为了生活 而可能被伤害了干嘛的 她就一开始都不说 然后后来就多问她几次之后 她有一次就带一个阿姨来我们家 然后那个阿姨就是教会的一个阿姨 好那聊一聊之后呢 她就邀请我们去参加 圣诞嘉年华的一个晚会 那那时候就是我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 第一次去到教会 在那个圣诞晚会的时候 就一样会有很多的人在唱歌嘛 然后也会有一些表演 有乐团 然后也有舞蹈 也有故事 也有戏剧 好那时候我就觉得 哇这群人怎么可以看起来这么开心啊 可是你又有点害怕这种场合 因为你以前根本不适合待在这种 有爱的场合 那你会觉得说进去好像不知道 手脚要摆在哪里 真的 会觉得好像很不自然 会很奶油的感觉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是很尴尬超级尴尬 看左边看右边 看台上好了 就看台上就没事这样 像通常如果教会啊 来的新朋友 大家都会对他们非常热情 当时候你们去教会的时候 他们会不会也对你们很热情 哦当然会很热情 就像那个阿姨 其实她一开来我们家的时候 她就抱我们 我就哎呦干嘛这样 吓到 真的因为我从来 基本都没有被抱过这样 后来就是在那天 圣诞晚会的时候 我有听那个故事 他们有分享信息 然后也有唱歌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她在唱一首歌叫做 全新的你 她就说 耶稣能够了解你的心情 她能够体会你的曾经 她能够造一个全新的你 那时候我心里面就想说 怎么可能啊 我们家经历过这么惨的事情 那些怎么可能被改变 而且我觉得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 所谓的爱什么存在的 然后后来唱一唱 突然我旁边有一个阿姨 她就抱着我 她就说 嗯孩子 其实在你最难的时候 其实上帝都在旁边 甚至她渴望 有一天可以让你来认识她 因为她是爱的源头 那时候我只觉得很感动 觉得心里面很温暖 我觉得那可能就是一种 上帝的爱 进到我心里面的感觉 而且那时候我居然在流眼泪 我就在心里面想 好耶稣如果你是真的的话 我试着相信你看看 那你要改变我的生活 因为我们家很惨嘛 所以在之后就 有因为他们邀请我去参加 教会周末有办那个才艺营 那我就是在周末的时候 去参加那个才艺营 就是学才艺 贝斯啊 吉他啊 这样子 然后晚上就参加团戏 开始了我的教会生活这样 音乐上面的才华 也是在那个时候 打下美好的基础 是 其实我觉得教会是一个 资源很丰富的地方 我觉得那时候教会 根本对我来说是天堂 好不好 因为我们家以前 真的没有钱 我连幼稚园都没有读 那时候到教会 我觉得哇 这么好 有这么多乐器 我真的可以弹吗 然后他们就教我简单的 于是就开始我的音乐之路这样 今天心灵完到邀请到创作才子陈永玲来到节目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 哇 妈妈受不了带着全家逃跑哦 那当时候大姐呢已经先离家出走了 这个时候全家人开始陷入了绝境困境的里面 但是人的尽头是上帝的起头 上帝他有绝对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走出困境 这道光芒照进陈永玲他的家庭 他的妈妈走进了教会 也带领着其他的孩子一同走进了教会 而陈永玲也在教会当中开启了他的音乐之路 下一次永玲呢要更多的来跟我们分享哦 他们的家庭怎么样真正的走出这个家暴的阴霾 无论我们的家庭现在处在什么样的状况 我相信透过永玲的故事 要带给我们全新的盼望 我们就下回公中再见了 拜拜 绝望灵魂今仰望 主爱完全拯救 他爱即可来救我 使我脱离徘徊 她是万物何处宰 任正存她的命 永远做我的救助 爱的救助 爱救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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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优优人 我愿望